同志们 大家看了我前面的几个视频 可能都已经睡不着觉了 尤其是币圈的 这次在DeFi上没上车的朋友们 是 我是给大家 制造了焦虑 甚至制造了恐慌 但是 这个只是刚刚开始 我的计划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呢 非常简单 我就是要做这场DeFi 革命运动的 战后总指挥 这个 这是一场打仗 这个打仗很多人没有方向 不知道往哪打 好多人呢 只是出于利益 冲进来 这个冲锋陷阵的 有的人呢 就站死在沙场上了 有的人呢 最后成了英雄 有的人生了先驱 有的人成了先烈 但是呢 我呢 给大家 要定一个方向 我们是到底是要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区块链 到底要隔谁的命 同志们 我们不仅仅是要推动 三座大山 就是币圈的三座大山 就是币圈的三座大山 是个代名词 就是这些中心化的交易所 我们要从他交易所里把币提出来 提到自己的钱包里来 提到去中心化的钱包里面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战略 知道吧 我们推倒这三座大山 有没有可能 推倒的 摘去这个币圈 这个毒瘤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就像我前面几个视频说的 只要这次DeFi 把币提出来 交易所一定会恐慌 后面会引起巨大的混乱 这场革命运动 我说第一步 我说了 步走是这样的 我会制造焦虑 第二步我会制造恐慌 第三步 不用我制造 直接就愤怒了 制造愤怒 是革命的前提 什么是愤怒 就像交易所不让你提币了 我就不点名哪个交易所了 或者交易所直接参与进来DeFi 外矿了 用你的沉淀资金挖矿 然后扣除你的好多的利润 甚至他们已经把你的钱挪用了 作为币圈的每一个参与者 你现在有何感想 他不让你提币去DeFi平台挖矿 赚钱 不让你赚钱 会引发更多人的愤怒 昨天已经看到了 很多人表示很不满 很多交易所 越不让人提币 人们越会去挤兑提币 越挤兑提币 他越不让你提币 最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愤怒 才会 刑发 暴乱 才会引发革命 革命后 才会重新洗牌 行业才会重新发展 交易所一定会反制 这次DeFi运动 我的理念是什么 我们的对手并不是 只是这个中心化交易所 币圈交易所 我的目的是什么 就像我在以前 达沃斯里面讲的那个 我们做的是一场 资产转移运动 是一场区块链革命 我们是用软件来代替人质 我们是要我们投票的权利 我们是要我们资产的权利 叫个人资产 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不希望华尔街那帮人 随便印钱割我们全世界的韭菜 我们的第一步只是要把 这个权利要回来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更大的一次 金融创新和金融革命 革命都要流血牺牲 有些人会牺牲的 冲在最前面的人 有的人就当成先烈了 有人当成先驱了 这个我可以看到 在DeFi这件事情上 大家要记住 我们刚到了哪一步 我们才到了 就是焦虑的状态 还没到奋斗的状态 当你不让你赚钱的时候 你就会奋斗 最后大家都会从 去中心化交易 都会从中心化交易所 把币提出来 到去中心化的钱包 像Mtoken这类的钱包里面来 所以同志们 我发微博 发几十条消息 就是让你们传播 就让你们转发这场革命 让更多人知道 DeFi即将摧毁 中心化交易所的这些市场 我们即将获得 DeFi的这场战争的胜利 感谢观看